谁来帮帮这个男人啊 他的钱已经多到花布完了 为了解决掉这些粪土 他一连买了几座豪宅 还购置了大量名画 价值200万美元的奔驰 他一口气就提了无量 要知道 这可是在80年代 这个嚣张的男人 就是来自墨西哥的最大毒枭 米格尔 自从他立为王后 他又重新把各地的毒贩拉拢在一起 可新的问题随之出现了 就是他们的种植园还没挖到水 在这么高的温度下 他们种植的作物都快要被晒死了 时间紧迫 卷毛直接闯进了大学教室 找到了当时给他勘测 种植位置的教授 卷毛把教授绑到了种植园 但教授也很委屈 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呀 众人捣鼓了半天 依旧毫无进展 夜晚 郁闷的卷毛来到算井机前 他拉开一枚手雷 直接扔了进去 周围的人瞬间被惊醒 他们以为卷毛疯了 只见卷毛又扔了一枚 周围的人开始劝卷毛停手 可卷毛这些更来劲了 他直接把满满一箱的手雷 接着在众目睽睽下又拉开了一枚 等待片刻之后 弟弟传来了响声 卷毛居然真的把水源给炸了出来 此后 米格尔的组织开始迅速壮大 组织里的每个人都赚得盆满钵满 在最疯狂的时候 米格尔一周就能收入3000万美元 但与此同时 米格尔的速敌也出现了 这是我见过最拼的卧底警察 为了取得毒贩的信任 他直接将电视机的音量调到最大 这样即使有人监听 他们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在幕后的警察都以为他疯了 可接下来 卧底直接掏出了手枪 他让另一名毒贩拿枪瞄准他 幕后的警察乱作一团 可卧底却说 如果他是警察 有人用枪指着他的话 警察早就冲进来了 毒贩见状 直接关掉了电视 他们开始相信这个疯狂的家伙了 可就在他们准备谈下一步合作的时候 一群FBI破门而入 琪琪小声说自己是缉毒局的 可FBI根本不信 就在琪琪要被押上车的时候 缉毒局的老大吉士赶到 这才让FBI确信 他是一名警察 本来琪琪可以捣毁一个贩毒集团 但因为FBI的乱入 这一切都泡汤了 在80年代 缉毒局刚刚成立 他们在FBI跟CIA面前就是无名角足 所以他们的行动经常被两位大佬所打断 琪琪已经做了6个月的卧底工作 本来可以将毒贩一举拿下 现在全部复制东流 他觉得在这里无法施展自己的拳脚 于是便向领导提议 主动掉往了缉毒前线 瓜达拉哈拉 在刚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他就跟同样赶到 瓜达拉哈拉的这个米格尔擦肩而过 此时的两个人并不知道 他们将是各自的宿敌 这是一场缉毒行动 可是整个过程都没有传来半点枪声 没有一个毒贩进行反抗 警察来到仓库 轻松搅获大量毒品 琪琪这才明白 原来这是警察跟毒贩一起设计好的 就好像是毒贩们按时的进贡 琪琪本来想来到瓜达拉哈拉 做出一番业绩 可上司却告诉他 不要轻举妄动 好好享受生活就行了 看来这里的警察 没有琪琪想的那么简单 无奈之下 琪琪开始自己收集证据 他开始蹲点毒贩们的仓库 最后他将毒贩走私的照片 拿给上司看 在琪琪的强烈要求下 上司决定试试看 没错 就是试试看 在这个腐败的城市 最难的不是发动一次突袭 而是请动所有执法单位 一同去执行 琪琪跟上司来到领导面前 好说带说 终于让警察们 做一次自己的本职工作 琪琪带领各部门突袭了仓库 他们找到了运输毒品的货车 当着所有的面 琪琪打开了货车的车厢 可映入眼帘的 却是一车厢的塑料管 领导好一阵嘲讽琪琪 但琪琪心知肚明 这肯定是有人提前走落了风声 他也终于明白 在这场战争中 他的敌人不仅仅是毒贩 万般无奈下 琪琪决定亲自去调查 毒品的源头